陳市長 是 明天在學校是學摔跤對不對 額 業餘的 也拿過全國第一名對不對 對 我相信你六會計不比那個駆馬爺 蔡北燃叉吧 非關我職務啊 啊 我希望你可以PO上網嘛 給大家欣賞欣賞可以嗎 好 這是題外話啦 現在 你在大學叫什麼 我在大學教criminal justice 他的領域裡面 我在大學是教成本會計的 是 所以因此我現在告訴你 你的資料裡面的第三頁 說你按照預算員額總計精檢了多少人 我告訴你 你這個就是騙我們立法委員 你知道嗎 你應該要用我們實際禁用的員額來比較 你預算員額那個一點意義都沒有嘛 編制也沒有意義 你要按照實際的禁用 當初預算員額是多少 編制人員是150人 預算員額是120人 當初實際禁用 因為有被控制嘛 控管 所以是禁用100人 要用100人跟現在的這樣實際禁用來比較 不是用那預算員額來比較 報員那個實際禁用的員額 我個人覺得它的意義比較低一點 我們算過 如果是拿實際的員額進來 它中間差距誤差會更大 而且 所以我要你以後的統計數 要用當初的實際禁用跟現在實際禁用 才可以看出來你實際禁減的人數 而不是用預算員額 預算員額你看每個機關你現在預算員額 你在編預算有達到嗎 所以你那不要糊弄人家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是糾正你 第二個 那個報告員 那現有的會浮動 而且每天不一樣 所以我們當初 編預算的時候 就給你控管了嘛 所以那預算的人是騙人的了 第二個 派遣工的部分 剛剛已經講了 我覺得你對派遣工 還不是很了解 第一個 派遣工的部分 他們現在不是用公司組織 他是用合作社 他避開雇主的 對不對 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 剛才吳怡村委員所講的五年 你知道那些派遣工都可憐嗎 都被派遣的合作社這些壓榨 所以因此 我要你檢討 而且 我覺得你們現在行政單位呢 是變相的 我們行政 我們立法機關一直在要求 你把約聘雇要把它盡量減少 回歸到我們的 這公務員任用法 按照編制的 有合法的 你們現在就用另外一個 來取代 用派遣工來取代約聘雇人員的 所以 我會安排的 我會安排一個時間 專題來討論這個派遣工 報委員 我先說一點說明 在公家機關的派遣 我個人認為是所有派遣裡面做的最好的 那您剛才所講的那個現象 可能是在私人的公司 不管怎麼樣 我會安排你來檢討 是 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派遣工 一樣的跟約聘工一樣 把它取消掉 然後走向我們這些公務人員 真正的合法的考的資格的問題 好 現在這次我要安排時間 希望你知道我的方向 是 第二個 我們上個會期 在主改的時候 討論到 勞保和健保級的金融雇員 轉為正式公務員的問題 哇 結果不得了 對不對 官中講呢 要維護官制官規的穩定作用 揚言不容許 黑官漂白 哇 講話講得很重喔 然後呢 陳中院長呢 又打了一張巴掌回去呢 他說你以前也不是承認 這個金融雇員為正式公員嗎 後來才發現有問題 在87年已經才含廢紙嗎 所以他認為有模糊的空間呢 是 對 你覺得兩個人講話誰對 我覺得這個有模糊的空間是對的 我覺得錯了 一點模糊的空間都沒有 因為考試驗已經發現不對 才會在87年來把它廢紙掉啊 那個 好 所以你看看 有專題研究的 從肯定的方面來講說 這個都是公務員考試及格的 都是考試驗幾半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理由 第二點是信賴保護原則 當初因為你考試驗幾次 所以公務員資格 所以我才一直混到現在 你現在從87年才說 已經不行了 有違信賴保護原則 第三個呢 也非 他不能轉到別的行政機關去 只能夠在那個單位上 對不對 這是肯定說 否定說呢 憲法裡面規定 你本來就是公務員要考試及格啊 對不對 是 然後再過來呢 這個 專業技術人員 還有這個技術人員 這些考試 他不是一般的公務員的那種 任用資格的考試 就是考驗上講的 現在請問你 現在你把燙索山 丟到我們 我們立法院 立法院上個 雖然委員會通過 送到宴會協商 現在請問你 現在怎麼解決 你有沒有跟考試院去溝通 怎麼解決 你告訴我 有 那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正在跟考試委員談談這個事情 到目前 進展很有限 非常有限 那我們 人事行政總處的立場 是希望 能夠尊重第七屆 立法委員的決議 那這個考試院那邊 他認為 剛才您所說的 所以你要把燙索山 丟給我們 那個 因為立法院所做的決議 就是人事行政總處的立場 立法院還沒有做決議 我委員會 只是送到 議員會黨制協商而已 我是說 這個我們的司法法制委員會 是不是 我們只是送處計而已 還沒有最後定案 是 所以我今天質詢的重點 就是希望你們趕快跟考試院 謝謝 對不對 趕快去協商 對不對 已經協商很久一段時間了 那怎麼辦 繼續協商 他不容許你 黑觀漂白 那我請問你 是 如果考試院不同意 到時候你報上去的時候 你公務員任用也要 或是續薪也要 都要到考試院 對 他不同意怎麼辦 這個 他就不同意怎麼辦 考試院是主管公務能源 官司的地方 雖然我們行政要同意 但是最後送他份不合准 沒有錯 那個考試院還有一個方式 不以全序 對啊 所以怎麼辦 我問你 跟 跟委員報告 當時是 設置五權憲法的基本原則 就是希望能夠分工合作 那我們會盡力的去協商 不是 你現在 我們立法案給你通過也沒有用 到時候呢 送到考試院 考試院不給你全息 不給你承認 你怎麼辦呢 怎麼辦 我希望你在我們宴會 這個黨政協商之前 我希望你跟考試院協商一個制度 是 不要把這個燙手山儀丟到立法院來 好不好 是 除了剛才派檢工 我會安排一個專案報告 我希望你好好去研究一下 第二個 剛剛 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賴世保衛所講到的 說你的報告 把你自己做小了 我看啊 那個這次 考試院的這個公務員的年金 在改革 我沒有看過你發表任何意見 不 我發表很多 你講了嗎 我大概發表了十二點 然後在昨天已經送這個 考試院 那你我聽聽你的意見 好 那個我們只是提供他有關那個 這個內容的部分 好 計算內容部分 希望他能夠有彈性一點 然後對於對於有關公務人員十二指等的這個部分啊 請他要考慮到所謂的double imbalance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特別講到他有關這個分擔比率的部分 也希望他考慮 百分之六組跟三組之間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到的百分之五十 這麼樣的這個激烈 這個部分啊 都是基層公務人員反映到我這邊來的 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開了二十幾場會議 整理四百多頁的這個報告 那個十二個意見都有反映 任市長 可見你對這個年金的部分啊 還不是很了解 我非常了解啊 你非常了解 你就不會講剛才的話了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是我廖正錦當你這個位置的話 我一定站在公務員講話 我怎麼講話呢 我告訴你 請問你一下 公務員的年金現在到幾年才會破產 他說是一百零九年 完蛋了 那這軍人才一百零九年 公務人員呢 比較晚一點 所以你沒有關心嘛 對不對 一百一十六年一個一百一十八年嘛 一百一十八 對不對 那我要我做的話 我一樣 薄皮考試也很厲害 我不要做任何調整 我一樣可以維持三十年不破產 欸你們也不給我掌聲你看看 幫你公務員講話啊 我不跟你砍我都可以達到三十年不破產 為什麼 你知道嗎 非常訝異啊 你非常訝異啊 為什麼 第一個 報酬力 只要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延長五年 那個報酬力我們十二點建議當中也有 好 你看看 我那天講那個張秘書長 欸我說你的報告裡面才二點二 你怎麼現在講說要保證四年呢 他說沒有 如果包含那未實現的話 已經達到六點多了 對不對 unrealize board也把它加進去 我說那未實現也可能損失啊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根據過去的 就二零零八年發生金融風暴 那一年 負百分之十六點多以外 其他都是證數都很高的 其實我們現在定四是太低的 所以我只要把它提高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六 你看 加三個百分點的報酬力達到多少 美國就百分之八 澳洲十七啊 只要把那個報酬力想辦法把它提高 我那天問他 陳宏的EPS是多少 四十幾塊 對不對 你如果會操作的話 一個報酬力很高 根本不用去砍 一樣可以把這個三四年不用破產 你知道嗎 全區部有考慮這個 他的這個銀額會到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不曉得他這邊有沒有報酬 所以我跟你講 以後是外合 他講的提波率 提波率百分之一 守得地代率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那是提波率 他說他的盈餘要到百分之三到五 他現在他已經講到已經到百分之六點多了 去年了 對 我們希望他 希望他定個數字 他有考慮 所以我跟你講 很簡單 我們將來要發起公務員 我就定 如果說我定百分之八 達不到的人下台 前期部長下台 考試驗院長下台 他就會努力去打拼嘛 你現在沒有壓力啊 所以 你沒有勞委會主委這麼兇悍喔 如果勞委從七二一 他就是不敢 對嗎 也不對啊 對不對 因為你勞工 他個人提波的部分是他個人的帳戶型的 那帳戶型如果提高的話 他將來退休就可以領了很多了 他應該是欠勞工去把那帳戶型的那一塊 把它加大 那個帳戶型沒有人可以拿到的 是你自己提的 人事長 是 你要為公務員講話喔 是 不要嘴巴說是喔 喔我都有講啊 對不對 對 你看 剛剛說講的 你沒有辦法達到公務員 公安推起廖正群當人事長去囉 可以保障他們不會那個人知道嗎 我不會再回官職啦 你放心 因為公務員太可憐了 做到好也被罵 對不對 好所以我在這邊再次的提醒你 好年金的部分 你要多用心為公務員講吧 你知道嗎 我們自己政府沒有做好的轉嫁給公務員來 對嗎 更不應該的是考試業 說公務員再怎麼改 都比勞工黨的還多 在做階級鬥爭 沒有講到公務員提播的高這麼多 負擔這麼高 我跟你講喔 現在考試業改的怎麼樣 五支等的話 我每一個月將近交一萬塊 如果按照你學過年金的負利器計算的話 我一樣的 三十五年以後 我一樣領四萬塊錢 我根本不要你政府提播也是可以領四萬塊錢 所以政府提播都跑到哪裡去 第二個 十二支等的以後沒有人要做十二支等 十二支等的手頭替代 你做的鑰匙跟五支等的年功奉的一樣領得多 對不對 跟年功奉的一樣 這點我有反應 對不對 院長根本沒有人要做 你要做部長就好 不要做院長 為什麼 院長的手套替代替才三十幾趴 院長做的鑰匙 你反而站的鑰匙 領得錢跟部長一樣 退休又領得錢一樣 是 所以喔 他這個設計是有問題的 你知道嗎 我希望人事長要多多留心一下 像我都已經花了這麼多功夫在研究了 對不對 我講話你們的底下都笑咪咪的你看看 有很多是他們提供的意見 他們是到基層去找到的意見給我 他們沒有提供意見給我 哪一個提供意見給我 沒有啊 到我這邊 所以因為委員要我要一定要講話 不是剛才我所講的啊 我都記起來了 你還從那個六十五三十五五十五 那個小B之間 要我的話不用改 一樣可以為止三十年不破產 那個財經不是我的專長 塞膠是你的天啊 副業 那我剛才拜託你也上網 把以前你的舊照拿出來上網 比一比看誰的厲害好不好